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Linning的Shell编程与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Shell循环结构的第二个章节 Continue,Break,Wire的循环结构的用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Continue,Break的使用 在C语演变程中,我们也会遇到 在循环结构中也会使用 Break和Continue这两个控制名列 这两个命令是什么功能呢 然后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控制流程出现 然后它的功能是强制程序跳出当前的循环 或者是跳出当前的循环,继续执行下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命令的功能 首先看一下Break命令 Break命令是当你这个程序中遇到Break命令的时候 它会退出当前的循环结构 将这个退出当前的循环,然后再将这个控制权 传递给这个循环后面的下一个命令 这是第一个命令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然后看一下Continue命令 Continue命令是当在程序执行过程中 遇到这个命令,它就会忽略本次循环中的生意的命令 忽略本次循环中,它Continue用下面的命令 然后呢,它将控制权交给循环的顶部 重新开始执行这个循环 这两个控制命令的用法 它的功能,它的用法,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下面我给大家演算一下这个Break程序 我们承认的功能是这样的 循环从键盘读入一个字符 然后输出该字符 当你输入字符为X或者大起来X的时候呢 退出当前的循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从键盘上读入一个字符 然后读入字符的时候呢 如果你输入这个小起来X或大起来X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循环会跳出去 就不执行了 就退出当前的循环 如果说你输入不是大起来X 或者不是小起来X 那么这个程序会继续执行 然后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下去 好,我们看一下程序 首先这个Y条件始终为真 对不对 Y2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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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条件一直为真 然后循环体 豆和档 这个字符 不要省略了 不要漏了 然后读入一个 读入一个变量 从键盘上 从键盘里面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 从键盘读入一个字符 然后呢 将这个字符的内容啊 这个值啊 传递给这个k这个变量 然后判断这个k test 如果返回0 得 提示 能输入的是X或大写X 跳出循环 跳出循环之后呢 怎么跳出循环呢 用break 命令来跳出当一层循环 如果你没有输入X或大写X的时候 那么达到问号返回值 肯定是非0 对不对 非0的话 执行的是echo达到k 输出这个变量的值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这样的 一定要知道 break 这个命令 当执行到break的时候 它的下一个功能又是干什么 它的下一个功能就是 退出当下的循环 执行下一个 第一 执行这个循环的 循环后面的第一个命令 这个功能应该要掌握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的执行结果 shy-break 然后-1 sh 好 读入一个字符 4 比如说 输出4 1输出1 减号 输出减号 好 我输出小写的x 会什么情况呢 好 退出当下的循环 对不对 好 我再进行一次 4 对不对 输出一个字符 又输出一个字符 对不对 输出6 好 这是我输出大写的x 又超出循环 对不对 如果你输入的字符为小写的x 或者是输出字符大写的x 那么退出当下的循环 好 这个程序的功能就这样了 输出一个命令一定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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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里是此循环 是一个无限循环 必须要有一个退出 什么条件下满足 那么我从程序结果就要退出出去 好 下面讲一下这个continue程序 然后continue的用法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 continue命令 当在程序 当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遇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它就会忽略本次循环中剩余的命令 就是continue下面的命令 它不会被执行了 它会将控制权交给你的循环的顶部 然后重新进行循环 重新进行循环 记得 然后看一下这个continue程序演示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 循环从键盘读入一个字符 然后输出该字符 当你输入字符为x或者大小x的时候 不显示这个字符 然后进行下一个循环 这个刚才的brook不一样 brook是当前 如果输入字符为x或大小x 那么跳出它的循环 这里是 你输入小小小x或大小x的时候 我不显示这个字符 我不执行本次循环 我执行下一个循环 这个区别一样讲过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看下这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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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程序数据的方法 是定义一个无线循环 调节为横针 横针 然后读入一个字符 将字符 将从键盘读入的字符 传递一个变量k 看看变量k的值 是不是x 如果是小小小x 或者大小x的时候 那么这个反复值为0 对不对 如果是反复值为0 那么则 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是 你输入的是这个x或大小x 然后执行 执行的continue 好 continue来了 continue什么意思呢 continue 到了continue了 我就跳出端节循环 执行下一个循环 执行下一个循环 判断 好 又为1 对不对 再输入一个循环 往下走 直着也走吧 那么这里面会执行吗 当肯定就执行了这里面 这里面的那个 语句会执行吗 这里面语句不会执行的 这个地方已经得了掌握 好 当这个返回值 你输入的不是这个x 不是x的话 那么 执行iOS里面 输出这个p的值 好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就先看一下 很轻易 1.30 好 你输入一个四伏 1吧 输出1 t就是输出t v 输出v 然后输出x 好 它会提示你 您输入的是x或大小的x 进行下一个循环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你输入x 那这回提示 进行下一个循环 是不是没有输出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不是没有输出这个 没执行这个命令 这地方一定要掌握 好 我再输入 进行下一个循环 4 除出4 3 除出3 那我再输入一个大小的x 好 还是一样的道理 还是进行下一个循环 好 这程序功能讲完了 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continu的用法 当满足continu的语句的时候 当执行到continu语句的时候 continu下面的语句是不被执行的 是它会跳出当前循环 重新执行下一个循环 一定要掌握 好 然后brook这个brook和continu的用法 讲完了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章节 y read的循环 y read的循环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定义这样一个变量叫y read line 这个line可以自己随便定义这样一个变量值 它就是一个变量的名字 y read的line可以按行读入 一直到所有的行读完才抽出循环 在实际工作中 会经常采用这种循环结构 应数据的处理 特别是这种 按行的方式 按行的这种处理 一般会经常采用这种y read line 循环 这种循环结构 比如说我们读取一个文件的列表 对不对 比如说我读取这个文件 文件中的所有行 然后对所有行进行操作 取其中的母一行 然后判断母一行的这个 执行母一行 这个结果 这时候就会用这个y read的循环 好 看下有点格式 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然后首先CAT FARLINE TXT 这是一个经常使用这样的应用方法 大家需要掌握一下 然后CAT FARLINE 然后管道符 然后管道符 因为read line 这个 这种循环 循环结构 一般会夹在管道符后面 然后管道符后面 然后只用一个循环体 斗和档 这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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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 然后这是循环体 循环的命令 就这么 这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CAT FARLINE TXT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 对不对 读取这个文件 当然打开这个文件可以不用CAT的命令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比如说Find 比如Find查到一个查到这个当前目标的所有文件 生成一个文件列表 对不对 只要是列表 只要有这种列表的功能 那么就可以这种采用这种y read line的循环结构 循环读取这个每一列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的用法 它这个wired line的适用场合 一定要掌握 再强烈一下 按行读取 按行读取 好 我们下面演练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这样的 循环读入一个文件的所有行 每行按照某种格式 输出这行的第一个字段和第二个字段 好 我们看一下程序 叫y read line.sh 看下这个程序 程序功能 y read line.sh 按行循环读取文件演练 首先定义一个thumbline等0 再一个变量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 对不对 cat.ip.txt 然后管道符 y read ip line 刚才我说了 这个line可以 这是一个变量 你可以随便定义 用别的变量名字 然后do 然后让这个thumbline加加 我计算 我计算这个文件的行数 对不对 计算这个ip.txt文件的行数 对不对 所以我要打开一个行 我计一行 然后输出 就第几行 然后from 就来源 来源什么呢 然后输出这一行 然后 通过 那个用管道符awk 而截取第一个字段 然后ip地址 用管道符 而截取第二个字段 然后输出 来源 来源是哪里 然后 它的地址是哪里 ip地址是哪里 然后停留音标 然后再输出下一行 最后呢 然后输出这个文件的行数 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ip.txt文件 ip.txt文件 它是这样的 这个文件只有四行 当然我们使用的行数非常多 有上海 来源地址是上海 然后它的ip地址是什么呢 123 124.3 1.3 然后北京 来源地址是北京 那么它的ip地址是175.24.212.8 好 我们执行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程序看一下 循环读取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输出这个文件的第一个字段 和第二个字段 好 第一行 输出第一行 停留音标 输出第二行 再停留音标 再输出第三行 好 这个输出就完 就结束了 好 这个文件的行数为0 这个地方又会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行数 这个地方统计是有问题的 行 大家首先掌握一下这个 外日赖这个使用的场合 按行读取 按行读取 这个地方一定要掌握 然后输出 嗯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文件的行数为0 这个文件肯定的行数是不对的 对不对 这个文件的行数可能不值 肯定是不为0的 对不对 是四行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为什么写是0 这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给大家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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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解释这样的 就是说 外日赖循环 外日赖循环 体重的变量 当你退出当天循环后 它会被销毁 所以说 你如果使用 二次使用 循环体重变量的时候 它需要采用其他的办法 这里面 不要它不能 就是说这个外日赖里面 再看一下程序 看这个程序 对不对 你入这个变量里面 这个变量值 在这个外日赖循环体的话 在这个管道符 为开始的这个循环体的话 那么 你这个程序 这个循环体结束之后 这个变量会被销毁的 所以说这个变量的值为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不注意的话 这地方你就 你就以为是 这个问题的行数 是不是 但是这个实际情况下 是不如这样的 好 好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管道符后面 这个 YLOOP这个循环结构 它是一个 紫shel 也就是subshel 你在这个 这个 在里面的这个变量 在执行完成之后 都需要销毁 shel shel 所以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变量 就销毁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以前我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采用了其他方法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 Wireline这个结构 我就讲完了 好 然后现在我们看下 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比较多 首先 第一个是掌握 控制语句 Continue 还有Break的功能使用 一个是继续执行 一个是跳手三线循环 然后第二个是掌握Wireline的 掌握Wireline的二行 循环读取文件的方法 这个 这个一定要掌握 然后还要掌握一下 这个Wireline的循环 在管道符里面的用法 当你定义了变量之后 你这个变量如果在这个 循环体中 执行完这个循环体之后 这个变量会被销毁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三个是编写一个程序 编写一个程序 读取一个带有IP地址的文件 该文件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是有分成若干行 每一行是这样的 192.192.198.1.31 192.198.1.32 192.198.1.33 192.198.1.33 一直到192.198.1.100 有这么多行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第一个是 在9点到18点之间 不允许访问 QQ服务器 这个地址的这个端口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是 我在9点到18点之间 不让这些所有的 不让这些IP地址 访问上 上QQ 简单来说就是上QQ 然后是第二个是 在非上面的时间段 允许访问服务器的端口 就是 如果在9点到18点之外 这个时间段 我是可以允许上QQ的 就这个意思 第三个是 公司我们结构是这样的 公司内部 它的上网采用的是 Linux RPTBAL 使用它的Net功能 来带给上网 上网的服务器 它是一台普通的PC机 这个普通的PC机 它能够承受到 一个公司的200台服务器 或者200台PC机 200台PC机到500台PC机 直接上网 它的功能都能都能满足 所以说这个 其实Linux RPTBAL 上网箱的功能 是很强大的 一台PC机 就可以带给500用户的上网 这个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第四个是 添加方向前规则命令提示 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怎么添加一条方向前规则 我们添加方向前规则 我们添加方向前规则是这样的 通过IPTBAL的命令 插入一条命令 插入一条规则 叫forward规则 然后规则是TCP 通过MAC地址 通过MAC地址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用的是这个IP地址 对不对 那这个就要改成IP地址 改成IP地址 改成IP地址 然后IP地址 比如说192.198.1.31 然后-d到某一台服务器的某一个端口 然后-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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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go -go -go IP列表 这个程序大家回去想一下 这个程序是非常典型的 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程序功能 好 今天我们讲完了 回去大家一定要好好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讲的内容 好,谢谢大家